中越是社会主义邻邦 去年底中共二十大后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邀请越国中央总书记阮福忠来访 共同为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剥话蓝图 今年以来 双方高层频繁互动 各部门各地方交往密切 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利益 当前世界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 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 中越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都在推进符合各自国情的改革和革新事业 加强团结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 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有利于维护地区 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此访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将分别同 越共东央总书记阮福忠 国家主席武文赏举行会谈 会见越南总理范明正 国会主席王廷慧 双方将探讨提升中越关系新定位 聚焦政治安全务实合作 民意基础多边海上问题六大领域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走深走实 这有利于两国携手走好 具有各自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共同丰富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路径 更好汇集两国人民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